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哈喽 我是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 在前几个月啊 有一部非常红的一个日本动漫电影 他好像不管是在年轻人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当中啊 都有很高的讨论度 叫做排球少年剧场版 听说他在八天 他的票房就破译啊 这个真的是在这些年 很少数的一部这个电影 那今天我们又很高兴邀请到Winnie 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来Winnie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我是Winnie Winnie你今天是不是就是要打算 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排球少年 对啊 所以我开始先简介一下好了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打排球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跟其他运动翻最大差别 就是没有超能力 就像是闪电十一人啊之类的 都会有可能一脚 然后那个足球的网就被踢破了 他同时也是一部乐写漫画 然后我对乐写漫画的定义算是 就是你看完之后会很情绪激昂 然后会非常的感觉生活充满了动力的那一种 OK 你刚你刚有提到什么运动 运动翻 就是有点像是以运动为主题做的动画 它就叫运动翻 运动翻 这个应该是日本 我说那个翻应该是日文 日本的 好 那Kevin哥有看过这部动画 哦 有 这个对我们家来讲也是一个 我们家这个全家人共同的记忆啊 虽然他不是只是讲现在这个剧场版了 其实从我记得我的 我的女儿儿子现在都已经大学了嘛 他们在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那个就已经有漫画 对不对 嗯 对 漫画 然后有那个电视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版 电视的叫做 一般的动画 就一般动画 一般动画 对 那那时候因为我女儿 她受到我太太的影响 她小时候呢 就是我太太也会教她打排球 所以她有一天就回来跟我们讲说 有一部动漫 就找我们一起看 就从那一次开始啊 我们家就 就一级一级的盯着这个 因为她好像那时候是一个礼拜才 华士 对对对 你连哪一台你都记得 对我女儿跟你差不多 差不多年纪 所以我们家到了那个 那个要守播的时候 我们就会全家一起守着 所以那个真的是 就等于也是我现在在回忆 我们家的这个孩子的 小时候的这个时光 我们家一个共同很重要的记忆 嗯 对 那为什么这部动画 对Winnie这么的重要呢 就是当初她有上那个特应场 然后我很忙 那时候精神很崩溃 那个时候跑去看的时候 我在想起 哦原来 呃我在看牌上那个时候 是一个很有梦想的时光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大二暑假才去看那一部 就是一口气从第一季第一季 看到第四季 玩的那个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在 呃有点像是面试双主秀 我就是以薪资双主秀为目标去努力 所以那段是我 呃算是我在大学一个很努力的过程 我在那个过程中有遇到他们 所以拍球少年这部动画 对我来说是个蛮重要的一段历程 哦原来如此 所以就是当她改成剧场版之后 正好也是你上大学的这段事件吗 呃是不是 那好像是去年接到消息 然后我那去年那个时候就开始很期待 然后想说她上映了之后 我一定要去看好多遍 因为我想说动画我都看了五遍 那剧场版没有道理看得比这个手 剧场版现在是几部啦 剧场版加之前的OVA好像三部还四部 然后现在是 如果之前那些是三部的话 现在是第四部 第四部嘛 对我有点仿佛有点印象 但最近这一部真的是 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因为我两个孩子啊 一个就像你说的 他就去看了特应会 他怎么去买的我们都不知道 我想这个特应会的票应该不是那么好买 对不对 我其实直接打开微秀那个影城 然后卡点抢就抢得到 就是要去抢嘛 就是像你们抢很多那个演唱会是一样的 那我儿子更夸张 你知道他他在高雄念书 就是他台北的首映场 他明明那个还是周间嘛 我记得好像是礼拜五嘛 对他为了要看那一部 他跟他同学 说好像那天正好他应该也是没有课 但是他就为了要看那个 他就前一天就要从高雄赶回来 那高雄没有电影院吗 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台北是比较早去播放 好像也没有 就是可能看特点吧 OK 反正我想这个可能 为什么会对你们产生这么大的一个轰动 可能就是跟着你们成长 然后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像你所说的 好像现在正好进入你们 开始要面对一个从青少年要转换成一个大人的过程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梦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梦想正在要准备实现的时候 然后也遭遇到了一些现实的冲击 对那我想问问Kevin哥 对你来说梦想跟现实的差距是什么 然后梦想又是怎么在现实中 好像慢慢被消磨殆尽 讲到梦想就要回想到 好像要回想到三十年前 不是不是 其实现在还是有梦想的 只是最早的梦想 我记得跟你们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是天天都在梦想 天天都在做梦 那时候大概最重要的两个领域 一个就是应该就是考试 就是升学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进名校 然后就能够念那种最夯的科系 再来一个议题就是恋爱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像这个白雪公主 这个梦幻的那个另外一半 这两个都是当时 我想不只是我 在我那个世代里面的年轻人 我们每天都在把很多的时间 花在这两件事情上 一个就是在追求考进一个好的学校 念第一志愿 有一天呢 除了社会之后 我就可以名利地位财富 什么东西 五子登科 这个是一个好像是 属于每一个人都会去做的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 那时候开始这个 进入青春期荷尔蒙作 所以也开始就是对 对这个异性很有兴趣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梦想 所以这个梦想都会破灭 那我的梦想应该算是 就是那个时候 我刚好就是在双主修嘛 然后就是我高中的时候 一直对心理这个科系很有兴趣 后来我们学校才发现 我们学校薪资系 好像可以申请双主修 那我就想说 那我可以申请看看 说不定我可以找到 我想要去追求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它的破灭历程就是 我上了双主修之后 对 然后我就拿卡缪的薛西弗斯神话来讲好了 就是那一个故事的主旨 就是在荒谬世界中 与命运作抗争 然后他就是薛西弗斯 好像是不小心惹怒了某些神明 然后被罚 就是他要推着巨石 推上山顶 但推上山顶的那个瞬间 巨石就会滚路 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 我上了双主修 然后就是 然后呢 我就感受到 我自己生命中的那个巨石 好像滚下来 就是很像找宝藏 就是要去找宝藏的时候 就很令人兴奋 好像我找到这个宝藏 我就可以变得很自由 我就可以拥有光明的未来之类的 但之后我发现那个宝藏 我把宝藏箱打开之后 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 那我接下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 突然间不知道那个下一步 不知道未来 跟本来的想象有蛮大的落差 对 其实听你这样讲 我也想到当时我 我记得 我是真的进了一所不错的学校 那时候 虽然我有重考 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没有 没有好好念书 所以后来这个落榜 然后我就重考 重考就考进了 当时还蛮不错的一个 所谓的专科的第一志愿 然后就是 现在到现在还很夯啊 现在这个半导体业 都很多是我 我的同学 我的学长 学弟 他们都在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我念电机 可是我其实进去之后 我发现没有兴趣 所以第一个梦想 就是我发现 好像要去念这个学校 然后要去毕业之后 就走上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工作 这件事情 并不是像你想象当中 等你考上了这件事情 就实现了 后面要去落实这件事情 除了你的学习之外 怎么样把你所学的东西 真正能够把它运用发挥出来 而且是做得开心 有成就感 这件事情 好像跟你的梦想 有蛮大的落差 对 然后你知道我在 我在学校里面 你说我都在干嘛吗 因为念书念的没有兴趣 很痛苦 那只好必须要 做些别的事情 对 你知道我都玩什么吗 玩社团 玩联谊 所以那时候呢 我发现我很喜欢唱歌 然后唱得也还不错 所以那时候 我还代表学校去参加 那个歌唱比赛 名歌比赛 还得名 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 干脆走这一行算了 对 外形啊 什么东西都还可以 所以看起来 这也是一个 可以去走的梦想 对 然后我又喜欢打球 我身高也不低 就那时候我也参加 这个学校的篮球队 就像这个排球少年一样 我也参加校队 所以觉得 这也是一个 可以发展的梦想 但是呢 真正到了 要去工作的时候 这些东西 都必须要去考量 可以真的靠这个去活吗 对 那我不知道 Winny你在 你追求这个 梦想的道路上面啊 有没有碰到一些 影响你蛮深的人 蛮深的人 我先用排球少年 剧场版某一个 情节来讲好了 就是那个时候 会不会爆雷啊 不会不会 大家有了还没去看 还没看了 就这一段先不要听 好 然后里面就是 在炎魔跟小黑的回忆 里面有一段 就是小黑当时 就是很喜欢打排球 有就 野魔一起去打 那个时候 他们去青少年的 有点像是青少年 排球训练营 然后因为小黑身高不够 所以他只能练低手传球 低手传球 他那边的老师也说 他打得还不错 然后野魔就跟他说 那边的扣球好像比较帅 你不去试试吗 然后小黑就跟他说 那个网太高了 他没办法 那个时候就是 英俊的教练就走过来 然后就说 他就把网子降低一点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黑尾就是过去打了 网子降低把球扣下去了 就是那一球可能是 对他在排球 这个领域的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经验 对 然后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 当时我在看一个综艺 然后那个综艺节目 里面有一个人 他粉丝就叫他主任 就是我可以看到他 他的领导能力 跟逻辑能力 就是口才也非常好 他给我感觉是偏内向的人 但大家都很喜欢他 就是可能没事的时候 不会去找他 可能在旁边 看着大家默默的笑 但如果真的有大师 大家都会去找他商量 然后我就觉得 哇 我以后也想成为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 与其说是梦想 不如说是 我想变成的理想我 OK 所以其实你 跟他虽然不认识 但是你透过他的典范 你希望能够跟他一样 你这个跟我的一个历程里面 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 也很像 我那时候 我刚不是讲到说 我本来是念工专吗 所以后来当完兵之后 就要面临一个 很现实很重要的决定 我到底是要继续 就是走我自己 学的这个奠基的领域 还是我有没有机会转换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 给自己一个机会 虽然这个前面的这个梦想 看起来是不可能实现了 但是在生涯的历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还蛮多人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 其实蛮多人都会碰到的 就你当时的抉择 也许因为年轻无知 你可能是别人跟你说的 你的长辈 你的一些亲朋好友跟你说 去念这个去念这个 但是你真的不是知道自己 对这个到底有没有兴趣 真的去念了之后才发现 我也不是说都是在玩 都在混 其实我后面 真的有想努力的试试看 可是很努力的结果 还是念不出一个兴趣出来 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 我要试着给自己一个机会 我就去插大了 我后来就也很幸运的 就插到政大 对 那在政大 我碰到了一位老师 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其实我看到他在做一个老师 他不太像一些老师 尤其是还蛮自负 很骄傲的这种老师 很臭屁的老师 他不是 他其实会 就是我们说的 那个师者 所以传到授业之后 他除了在跟我们讲 他是那一堂课是行销 行销专题 他除了讲一些行销的专业之外 其实他在课堂当中 他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经验 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 他的一些言行举止 让我觉得 原来做一个师者 一个老师 他可以去让学生 对他会有这样的一种尊敬 跟会很想要模仿学习他 因为我后来知道说 他在学校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把他有限的这些薪水 他就会拿来帮助他身边的 那些清寒家庭的同学 对 那他自己就是会很关心 他这些身边的同学 把这些同学当做他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人 对 然后他也会分享 他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在寻找人生的道路当中 他是怎么去判断 去决定他自己想要走这些方向 虽然他只是一个兼课的老师 可是你知道 在最后一堂课 我们通常 这种对于老师 通常是我们会想要谢师 对不对 就他不是 他最后一堂课 他自己抱着一箱的 那个当时是那种 还是那种卡带的那种年代 他就带了一箱 因为他是基督徒 他就带了一箱的诗歌 的卡带 然后就来送我们每一个人 我就想说这个老师 真的是很特别 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老师 他就后来也变成我 一个还蛮重要的 一个学习的标杆 就是他的 他的这种角色也好 他是一个 可以去帮助他身边的人的老师 然后他愿意去 分享他很多的一些人生的经历 就是对我影响还蛮大的 我想说那个 我的那个主任对我的影响 比较算是 我是因为他才决定要去双足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美国一个 美国麦吉尔大学里面 双修社会学跟心理学的一个 很厉害的人 对 就想说他好像 也在用他所学的一部分 带给人家影响 然后我想说心理方面 可能不管 应该是不管在哪个领域 可能都要去面对自己 然后你学习到了面对自己 才有可能形成一套自己的价值观 那个价值观如果 是可以去影响到他人的话 如果他人陷入一个 什么忧郁的情境啊 或者是他那段时间不太好 但你可以以你的想法去去告诉他 现在你会怎么做 或许可以给他带来一些 关于他自己的思考 他可能也会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是还不错的 所以这也就让你会选择 就是再去修这个心理智商的这一块 对对对 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助人的工作者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常 因为我们学校新资系是需要拼排名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又很喜欢 高死自己 我就常常去修一些阎王的课 然后那个成绩就是上不去啊 因为阎王最高分也就85 我不可能像其他人去修教程的课 然后都每次都纳九几分九几分 然后那个排名就是对我来说有点痛苦 因为我还是要在很庞大的压力 下去拎我自己的成绩 然后每次就是想到那个人 他现在在演艺圈做的事 我就可以想说 我好像可以再努力一下 Winnie我真的是要跟你说啊 这个Kevin哥活到现在 人生已经过上半场了吗 人生回过头来看 真的就是起起伏伏了 我们真的理想目标设定了之后 你要往那个理想目标迈进的路上 这种跌倒啦 爬起来啦 然后再走 再跌倒啦 再爬起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不晓得那一位艺人 他当时对你的那个影响 到现在还在影响你吗 我觉得应该有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来八方面试的时候 然后里面就是田老师给我的回馈试 他觉得我是个 讲话很有条例 好像口才很好的人 但其实我大一上台报告我会发抖 所以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在这一方面进步了 也变得跟他一样 好像可以 在演讲的时候可以变得有条例 然后口才很好这件事 这个我也可以做见证 因为那一天我也在场嘛 我觉得你 如果不是后来再去更多的认识 了解你的个性啦 你的过去的一些 很真实的状况 我觉得从那一天你的表现 真的是很 让我们都很觉得很出色 就看到你的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简报也好 一个面试的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做到的 当然我相信你为了做到这件事情 你前面应该花了不少的准备 我也练了六七次 因为我泡我嘴皮啊 OK OK 所以我相信那个那一位艺人 对你的这个影响应该是会继续下去 而且是一辈子在你的人生的这个梦想当中 那我也是啊 我也被那位就是 就是兼了我一学期的课的这一位老师 他虽然后来他过世了 可是即便他的过世啊 就像圣经当中说的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 土里面死了 但是他却结出更多更多的这个子力来 就是有越来越多 我看到我都听到很多人都跟我分享 我就是受到这个翁老师的影响 我就是翁老师的学生 所以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我就是他众多众多被他影响的其中的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